全部馬不準備妥當 賽事來到第七場國際三級賽1800米 百周年紀念銀瓶 準備大熱 是八 一開閘的時候 前面快閘的馬 見到外面嘉應之聲出就沒問題了 中間是超級軍團 大外擋那隻灰馬精神威 內蘭第四黃衫紅帽 就是那隻勝德精彩 在外面飛輪閃耀進佔第四 第五的馬退回去 是那隻勝德精彩 再跟著後面的馬 勇猛神驅時事有主 尾三位置是勇戰神驅 暫時殿後那兩匹馬 分別是九寶 勁薄包在尾 接近千二米的段柱 前面放頭的馬是嘉應之聲 沿用過往跑得好的跑法 就是放頭 外面精神威 超級軍團 很輕鬆埋到來 跟著的第三位 第四位還見到飛輪閃耀 內蘭第五勝德精彩 第六位勇猛神驅 第七位就是尾四 黃衫那隻時事有餘 後面三隻 勇戰神驅九寶 暫時包尾 依然是那隻勁薄來的 轉香港看肉學軟環 前面的次序沒什麼點變 嘉應之聲佔先的精神威 出二答逼一下他 第三位的馬還有超級軍團 第四位紅眼罩六三就是飛輪閃耀 外面勝德精彩 在外面還有勇猛神驅 勇戰神驅 內蘭尾三就時事有餘 在後面那兩匹馬 見到勁薄在大外檔 紫色三隻 包了最後的馬是九寶 好了 最後直路 前面嘉應之聲佔先少少 精神威迫緊他 外面紅眼罩 就是這隻飛輪閃耀上來 外面位置追 還有勇猛神驅 馬嵐偷位上還有九寶 逃到最後三百多米 前面偷出的馬 見到外面位置 勇猛神驅蓋上來 紅眼罩飛輪閃耀 中間位置還有一隻超級軍團 塞入面追 還有一隻九寶 最後一百米 超級軍團中間 外面是勇猛神驅 相當接近 埋便位置還有一隻九寶 中間飛輪閃耀 終點那一步 超級軍團黃武中間 外面是勇猛神驅 大家誒上誒下 看看哪隻贏得到這場 百周年紀念銀平 埋便黃武是超級軍團 外面勇猛神驅 很接近 第三名的馬 飛輪閃耀四號 入面是九寶也要拍照 十部超級軍團 潘明輝 閃聯八周年紀念銀平 排第二名 八歲騎士 八歲馬 勇猛神驅 第二 七號馬 第三名是九寶 蔡明少 第四就是飛輪閃耀 巴道 我一度都以為沈集成 有機會包條Q回來 最後跑二四 超級軍團 對呀 這隻 最後落飛的時事有魚 最錄一張照片 超級軍團 龍鼓飛有人出 潘明輝當然是再贏 很硬正的 潘明輝跑到中距離 第三 九寶 過來沙田這邊 第三 立了兩個三級賽 超級軍團 一月杯 再贏今天 百周年紀念銀平 再挑戰 今天也失敗 這隻馬來到香港 五歲 謝謝 謝謝 Jenny 請問 Matthew Poon 請問 從你的看法 進行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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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贏了二組三組,所以他確實很聰明 當然,我感覺他能夠處理一點點 但今天他做了很好的工作 帶來的力量,帶來一些好鞋子 所以我非常開心,謝謝Casper 好帥,Matthew,很高興獲得Casper這次贏 小丹潘明輝的訪問,有了大賽 多位好,揹著個輕磅,也謝謝風加拍 來看一看長大影片 好,最後的最後階段都相當精彩 先看起步,大家出集都頗齊整的 有些劑碰就時時有餘和九寶 前面結果都是那對馬 大惡檔的灰馬,聖神威 埋片是嘉應之星 鐵蘭第三,勝德精彩超級軍團一隊 守著的第五就是飛輪閃耀 後面勇猛神區勇戰神區一隊 接著見到勁駁,包了給九寶 步速都正常的 斷軟和標準相差兩線左右 拉運力相差不遠,中等步速賽事 頭馬就憑著輕磅,內檔 沿路根國有多漂亮,有遮擋 都完全沒有跑錯之下,就贏了一場馬 相反大門景博的輸法也是令人沮喪 這些鏡頭都今季不止一次 最近期,印象中連行穩,都按一按電腦 一五一場次的輸法和這場一模一樣 大哥,你沿路包尾,你看尾衣那隻什麼 人家縮一條欄都沒有動過,還頂一頂 你有沒有迫要起出,都不是出彎 入彎都已經起到薄,但是你慘了 你一慘上去,又兜出去,人家前面那隻蛇都離上去 跟連連行穩,一五一場輸,輸法一模一樣 連連行穩,證明撿回這隻威流方 是一隻會贏,會上名的馬 這隻今天連八六匹都沒有,說不通的 看看賽後報告驗了什麼問題 看回其他馬 用馬神駒也有些驚喜 在這場裡,對於級數教育的馬,他還是衝得不錯 因為靠省,省省之下,都追回個懶披 白周年紀念銀瓶,恭喜超級軍團 騎練,放假拍,盤明輝 看完這場分段時間,頭段14秒 正第段22秒08,第三段23秒89 第四段23秒28,末段23秒38 完成時間1分46秒63